接下来这两句话 如果你能听懂 你的人生会瞬间发生改变 你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 经历的所有痛苦 所有的折磨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来成就你的 顺境的时候我们享受 逆境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修行 最好的肥料 你今天经历的所有痛苦 都是因为你的生命可以承受 这件事才会发展在你的生命当中 要不然它不会发生 只有一种人会把你弄死 就是你自己 叫天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 你记住你经历的所有的苦难 都是你明天长大的肥料 一个人没有跌倒 就不可能学会爬起 如果你家的孩子跌倒了 你就不让他走了 走路了 因为走路会跌倒 不让他走了 他这辈子就完了 一个人没有喝过水 他不可能学会游泳 一个人没有撞过车 他不可能学会开车 告诉我是不是 就是所有的修行者 全都是在逆境当中破镜 如果你生命当中全都是好人 全都是捧你的 全都是对你好的 你这辈子不可能有大仇 就是因为你生命当中 总是碰到一些小人 所以他会让你的灵魂升级 他会让你的能力升级 他会让你的人生的维持升级 这样的话能不能听懂 是逆境让我们成长 就会让你生命当中破镜了